各位好 歡迎收看2100整點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開始 馬上帶您來關心到 好市多進口商品 再傳出狀況 這一回是一款 精選的甘酪綜合包 邊境檢驗的時候 發現含有一起致癌物 還羊乙丸 進一步查驗 發現有一批校企為 2023年10月19號的甘酪 同樣含有還羊乙丸 雖然緊急下架了 不過仍然賣出了94包 另外台中市的食藥安全處 也主動檢測 美國進口的香料 發現了一款大蒜綜合香料 調味粉 竟然也有還羊乙丸 前堆的甘酪庫存放在架上 衛生局人員前往現場 仔細核對相關資訊 因為好市多商品這一出包 是說一款精選甘酪綜合包 被驗出一級致癌物 還羊乙丸殘留 時間回到好市多 冷藏櫃空了一大半 因為精選甘酪綜合包 已經被下架 這批甘酪時在8月7號 邊境檢驗 發現農藥還羊乙丸殘留 高雄市衛生局8月8號檢查 好市多高雄總公司庫存 孝綺內四件商品 其中一件孝綺在2023年10月19號的甘酪 也有還羊乙丸 檢出還羊乙丸0.2ppm 從今天開始 好市多公司輸入的相關的甘酪的產品 就會拉高到最強的百分之百主題抽驗 這批檢出還羊乙丸的甘酪 總共進口了2120包 五包破損丟棄 庫存還有2021包 不過已經買出了94包 好市多也回應將主動召回退貨商品 並且提供商品原價的額外補償金390元 不過另一邊 台中好市多再出包 台中市的食品藥物安全處 評估美國進口香料 可能含有還羊乙丸的風險較高 主動查驗5件11號結果出爐 那款大蒜綜合香料調味粉 也含有還羊乙丸緊急下架 不過還羊乙丸吃下肚不是開玩笑 就擔心會增加白血病 還有淋巴癌的風險 然後另外還羊乙丸 我們也知道說長期接觸 它也會引起神經方面的病變 醫師警告還羊乙丸沒有最低安全容許量 吃進每一口都有風險 後續衛生局也會一時安法 馬上好市多開罰 最高2億元罰還 記得給大家喜歡玩一提 台北報導